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二大类就是文本的快捷键 这个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复杂 更多是在文本之间的一个快捷键 而这里呢我依然给它分成了三块 一个是对齐 一个它的大小还有一个特效 那对齐呢就是 我们经常会看到左对齐右对齐 其中对齐两个对齐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操作一下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一样的 我们可以选中它 对吧 这里一般是这样 可以直接点 最中 左右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按L R J 都可以 这个呢我觉得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 后面去练习的时候实际用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少的 就是字体的放大和缩小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依然看一下案例 比如这个 我们按住Ctrl 加上我们的这一个破折号 左边的破折号就是缩小 右边的就是放大 所以你们在调字体的时候 可能就快的话 直接按住Ctrl加这个就可以快速调整了 也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快捷键 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特效 这个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加粗 倾斜和下滑线 这三块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点 这下面其实就有 就在这儿 对吧 加粗 Ctrl B 选中 Ctrl B 现在全部加粗了 然后Ctrl Ctrl I 其实一样的 就是对应的 对应的字母就是它的一个快捷键 下滑 Ctrl I 显斜 那Ctrl U 就是它的一个下滑线了 这个呢 如果说不用快捷键 直接上面点 我觉得也是蛮快的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 快捷也还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放映的快捷键 因为刚才讲到了提升我们的效率 然后我们的文本 其实到最后我们发现 我们在播放我们的PPT的时候 放映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一些快捷键 这里呢 我也把它整理成两大类 第一个叫放映前 就是放映还没开始 我们需要用一些快捷键 然后把它放映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 在放映的过程中 我们有些快捷键 能够辅助我们去做PPT的放映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放映开始前 这里呢 第一个就是大家记住 就是F5 F5就是放映 而且是从头开始放映 如果说想要播放当情页的话 我们需要用的是 Shift加F 然后呢 如果说你是演讲者试图的话 就是我们是演讲者的话 我们用F5加F 同时呢 这里我依然给大家标了一个 新号就是FN 道理跟刚才的F4一样的 如果说你们有一些热情冲突 你们可能直接按F5是没有效果的 你们就需要按FN加F5 我们可以点开工具栏看一下 这里呢有换天播放 这里有从头开始当情播放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PPT放映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几个 很多人每次找到 找半天 会在这里找 这个也是一个快捷 领看 那如果说我们找不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按F5 但是大家注意哦 我爱F5的时候 它是到了第一页 它是从头开始播放 所以我们返回 如果我想要播放 比如刚才我们的当情页的话 我们需要按住F5加Shift 它就播放的是当情这个页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F5加Alt 再加我们的FN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演讲者的一个试图 就是通常你们在去会 或做PPT汇报的时候 你们用这种方式去讲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你们能知道 你的下一页PPT在哪 但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是演讲者的一个放映模式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在放映中的快捷键 当我们在放映中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些快捷键 比如说直接按字母J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全频的缩裂图 这是我们所有PPT的一个缩裂图 我们可以返回 那如果我们按一个数字 再按一个enter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跳进到一个指定的页面 比如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 我们看到了数字5 然后我们直接按5 再按一个enter键 就可以直接跳进到相应的页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按4 然后按一个enter键 按1enter键 按10 enter键 都可以回到 它所对应的那个PPT页面 所以这就是数字键 加一个enter 可以跳转到指定的页面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做PPT演讲的时候 通常也会用到一个激光笔 很多同学在做演讲的时候 发现没有激光笔 就好像没法用的似的 但其实PPT里面 本身就自带有激光笔这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按住Ctrl加P 大家看到没有 有个红色点点就出来了 这就是PPT的一个激光笔 我们可以在这里 圈任何的数字 打钩 打插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PPT在放映的时候 也是可以使用激光笔的 那最后一个的就是 我们在做PPT演讲的时候 由于时间太长 我们可需要中场收起 那PPT还在放映 我们可能需要让它 展示性的吸屏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直接按数字B 它就吸屏了 大家就看不到了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 让它快速的返回 直接再按一下数字B 它就返回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 一个坏键 对于我们在做PPT演讲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OK 那以上的就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 关于PPT的里面最核心 最有用 也是最需要掌握的 PPT快捷键 三大类 效率快捷键 文本快捷键 以及放映的快捷键 全部都已经分享到 这个视频里了 所以大家只需要把 这上面的所有快捷键 能够记住和记牢的话 我相信你们在做PPT过程中 效率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OK 那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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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